昨天国道二号游览车发生意外事故 被传出是由彰化市森永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车体 今日有民众前往森永公司 发现公司大门声索 敲门也无人回应 媒体记者拨打业者手机 业者坦诚出事的游览车 的确是该公司制造的车体 出厂时也有合格证明 而且安检通过 你们那个昨天烧死的 烧死26个那个车是你们驻码的对不对 对没有错对 那个为什么会门都打不开 还是说起伙的原因 这个部分我们现在也在收集资料 然后一切也就是 我们现在是等我们检查单位 跟我们会跟比较另外配合 然后我们是等检查单位发发出来 我们才能是同意做所有的发言 但业者表示当时并没有设置插销 并不晓得为什么后来会有插销 左后方的话 那个插销的话是属于暗所吗 那个我现在来讲 确定说那不是我们所假装的东西 但我应该还是做保留 因为我不能 我还是去检查单位 我还是去做 去做那个确定这样子 我不能现在先做我的探测 对于昨天游览车起火原因 目前他们正在收集资料 将交给检调单位进行调查 目前不便多说明 我因为我们要去到处于暗所来发出的形象 我现在到处于暗所来会讲 我再次在装满旗你